好 接下來看中央現場被金普聰找來幫助國民黨轉型這一位 前人類銀行副總吳瑞穎 他是到第一天上班報到 但是因為之前傳出要不要代表台聯參選 這吳瑞穎他怎麼說呢 現場情況連線給記者薛文豪 這是我們為了改造國民黨 金普聰是找來了前人類銀行副總吳瑞穎來幫忙 而今天是吳瑞穎第一天報到 我們看到他進來的時候是相當的低調 是不太願意接受訪問 不過我們也發現到他進來來報到應該是要到五樓的行管會 不過他就走錯樓 來到了三樓的秘書長室 後來才發現才來到了五樓 而他在完成報到手續之後是簡短的接受一下訪問 而行管會的主委呢 林有瑞也是陪同來接受訪問 聽聽看稍早他們的訪問內容 不是不見得什麼 不見得什麼大喚寫 就是人力精子 精子就是要裁員啊 不是不見得 就是這個人力就兵力的重新部署 兵力重新部署 OK 可是已經有那個 中常委已經開始反對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評估 要評估的時候 請他來協助評估 協助評估 協助這個人事事 謝謝謝謝 好像你以前在政黨色彩上面 其實也有藍也有綠 這個部分 好像要 也曾經要替台聯參選過還是怎麼樣 這個都是媒體的不時報道 因為畢竟第一個我沒有參選過 第二個我本來就是失聯黨員 我想我高中就加入國民黨 然後後來加入新黨 其他的政黨都沒有 所以之後是專案併請的方式 還是每天都會進黨 我把吳瑞穎找來國民黨的引發部分的黨功反彈 吳瑞穎今天也強調 她是失聯的國民黨的黨員 另外吳瑞穎還有一項爭議的地方 就是她和藝人潘慧如有飛聞 今天吳瑞穎則是非常低調 她表示說她目前就是要和前妻來復合的 好的 以上就希望這一個情況 再把時間還給棚內主播